第五位 張華社大美術班 這次展覽很開心很邀請到 王勝平老師來入港工會堂展書 老師是現任的台灣藝術家 法國沙龍學會理事長 同時也是彰化社大美術班 以及彰化線文化局油畫班的講師 在國際間國庫內都是 多次獲獎 深獲好評 這次展覽展出作品 總共有47件 綜合了老師近十年來的 創作成果 所以我們期望在這次的展覽中 可以帶給大家不一樣的田園風光 以及生活的美麗 那歡迎大家踴躍來入港工會堂參觀 謝謝大家 是大概準備了47張的作品 那有一些是七八年前的 那有一些是最近的 然後七八年前那時候是 大概是我們這個秀水鄉顧問團 那時候有一個藝人顧問團 那成立的話一些農村的景觀 然後一直到這一個五六年前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這個牛 一些農村景香跟他加上一些 比較抽象式的這個背景的襯托 那剛剛那個中堂那邊 有三張100號以上的 大部分都是這樣方式一個呈現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這一邊 是我最近的一些這個作品 那我個人的作品我喜歡 到現在來喜歡說 用半抽象式的背景 然後加上一些具體的這個事物 來作為這個 引述這個對象 那最重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人的用色是很奇妙的東西 我以前的用色比較黯淡 我記得我大概十二年前 在彰化建議展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記者都問說 王老師你的土為什麼那麼暗 因為那是我學生時代的這個作品 顏色都比較暗 那我記得那時候介紹是說 那時候顏料都沒什麼顏料 都只買紅黃藍黑跟白 那因為顏色很多 色料調製之後 彩度會降低 那現在的話 我現在是老師退休 那比較環境比較好一點 所以顏料就用了很多了 那也嘗試了很多這個 新的這個媒產 像各位去前面那邊會看到 我有一些這個壓克力原料 甚至說有一些流體化 這些都是很現代的東西 那流體化那種東西 故障率很高 大概我試了大概一百多張作品 一百多張作品 那比較呈現比較好的就是那兩張 那有一些 我想需要跟他加上一些比較 具體的那個形象 那也希望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做一個展示 跟各位展示 那像各位這個空間裡面看到我的 這是用那個壓克力的背景 非常要抽象性的一個背景 這個空間看到的大概都是我去中國大陸之後 所想到的一些情境 我去過那個烏鎮 那邊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那我拍了一些照片 像這一張跟那個 大部分都是比較屬於 也是屬於叫農村景觀的 農村景觀的 那我是個人是覺得說 色相彩度明度 三者都是要兼具 那我喜歡用那種高明度的反差 那高低明度的反差對比 呈現那個 畫作的那個主題的中心物 也可以顯現說 我們那個一個人 他的一個比較美好的一個情境 我總覺得說 藝術是在創造美好的東西 我希望說大家看的能夠比較愉悅一點 到後來 因為我想那個 顏色能夠影響一個人的情境 其實像有一些老朋友 看到我說 我的圖好像比以前鮮豔很多 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慢慢的 那我希望說我的未來 能夠再創造一些比較美好的東西 包括我們的這個 我會嘗試更多的這個媒材 跟那個應用 更多的那個創造的方式 那希望說有機會 來跟各位做一個展示 有意涵 這個意涵裡面 除了繪畫的表現 它是一個大賽份 對於有意涵的表現 我們是主題 中文第五組 但是相信 因為 最主題是你學了以後 你這個 你的這個 你這個 我喜歡 我喜歡 你這個 呢 有 我 我 次 我 我 今天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